今天清晨在寒流影响之下 其实各地的天气都很冷 除了在高雄以南的地方 还有台东地区的低温 在10度左右以外 其他各地的低温都在7度到8度左右 尤其在陶竹苗和新北市这些地方 低温大约只有67度 平地最低气温是在苗栗的铜锣 只有6.4度的低温 这波寒流在今天一整天 一直到明天星期三的清晨 是最强的时候 所以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 各地天气非常的寒冷 也要提醒大家 就今天白天来说 东北部和东部地区的高温核准是类似的 但是南部和东南部的高温 比昨天还在下降3-4度左右 就有一间高温的预测 北部东北部东部的高温 大概13-14度左右 东南部15度 中部地区16度 南部地区19度 那当然好消息是 水气已经正在减少中 所以就以昨天大部分地区会下雨的情况 就今天来说 渐渐的只剩东半部地区会有些局部林青的短暂雨 其他各地原本昨天下雨的地方 今天雨势会渐渐的缓和下来 可是虽然雨势缓和 天气还是很冷 也因为雨势缓和了 也要提醒大家 今晚到明清晨 寒流的影响 加上雨没有了 云变少了辐射冷却效应 会让低温更冷 我们预估今晚到明清晨 其各地的低温会比今天还来得冷 在中部以北的低温 大约是六七度左右 东北部地区八度 南部地区九度 花东地区十一到十二度 沿海空旷地区 或是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 低温还会再低一些 气象局也发布低温特报 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所以在今天一整天 到明清晨天气非常寒冷的情况之下 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保暖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或是呼吸道疾病的朋友 特别注意 这幅寒流在明天白天就要减弱了 加上大气中的水气少 所以明天开始 在明天星期三 星期四到星期五这段时间 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 好久不见的阳光了 而且在温度方面 明天白天我们预估 在北部中部南部 在白天的高温 可以回升到21度到23度 甚至东半部地区高温也会回升 一直到星期四 高温还会再回升 预估各地高温 连花东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 都会回升到20度以上 但是也提醒 明天清晨我们刚刚强调非常的冷 但明天白天温度回升 所以整个西半部地区的日夜温差 会有13 14度以上 相对东半部地区日夜温差也不小 所以这种温度的变化 也要提醒大家多多留意